MING PAO TORONTO 你要虔誠 拜地藏菩萨 爸爸死的时候 是地藏菩萨救我的 地藏菩萨救度我 我已经能够 升到金上去 然后你妈妈还有十三年就会死 你还有二十五年会死 你先生还有二十八年会死 你们死掉之后会跟我一样都到天上来 结果他女儿梦到这个梦之后 结果二十几年之后真的都印证 所以他爸爸说的 地藏菩萨救我到天上 你看地藏菩萨如果你有障碍你前整礼拜 你看地藏菩萨竟然救他到天上 不用到地狱去受苦 相信他爸爸以前也吃粗呀 吃粗的人要到天上是没办法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往生天上 因为他拜地藏菩萨 所以你们不要误会地藏菩萨是阴的 地藏菩萨他悲念非常深厚 很多佛跟菩萨都是他救度的定子 都已经成活成菩萨 他还在做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的悲心与念力不可思议 所以不可以误会地藏菩萨是阴的 把他拿去地下来拜 真的都可以误会他 谁是阴的 我们才是阴的 你看这个如果不是阴的 怎么会曼吉来投胎当人呢 但是他的样子就像曼吉一样 你们等一下要看一下 那以后你就不敢随便吃肉了 你们会知道 如果是我我就不敢 真的喔 来投胎要讨债很苦喔 这个是现报给你知道 有的是他没有来投胎 他这里事业帮你障碍 这里事业帮你刁营 这里事业帮你刁营 这里让你跌倒 这里让你车截 有的是这样在讨债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拜地藏菩萨 可以阴障减轻 有车截轻减轻 这样懂不懂 障碍减轻 所以我们 这个好好的用心 好好的唱歌 所以李志强 所以呢我们马来西亚 阿罗斯大有出一个李志强机事 这个李机事 命运就是跟这个先生一样 他也是地藏菩萨救的 他今天特地从阿罗斯大坐火车 来跟大家专业讲话 恩时尚人 诸位法师 诸位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弟子来自马来西亚 阿罗斯大坐 名字叫做李子强 弟子很感恩 恩时尚人的救度 把我跑过来一个生死穴 大概是在1995年 弟子在冰城的一个八关 借债当中 每天晚上 恩时看到我在那边 把我招呼来 志强 你有的将来 这栋地上不是他 陪你 那么我就当时跟师父说 之后我没有带什么多家 但是师父对当时失败 他说没关系 跟你结缘 你拿回去好好地领拜 然后每天忏悔 那么当时我以为 我家里都有这么多的佛物餐 有时候我也会招呼不住 说阿弥陀佛 供业不来 那时候我就跟师父想 是说没关系 拿回去 我当时也很感恩 所以我就把他请了回去 但是我也没有把这件事 放在心里面 我就这样 也是这样 八也是招拜 不过不是还很虔诚 不听话的孩子 然后就是 大概是在1997年 那么有一天 我的孩子要结婚 我就刚刚会跟我的同修 要去外面请客 那你知道我刚才出门的时候 我的一个邻居 我们认识了四十多年的老朋友 他就是在我一板之隔 那他就过来跟我吵 奇怪 我说一个多月来 你来你的从来都是这样 无理取闹的一直这个 我当时我已经有一些心理准备 我说好 这一次我会好好地教训你 那么我就恐吓 我说你再吵下去 我就吩咐我的女儿 我说打电话 我就用这个摄影机 就跟他拍照 因为我有心理准备 我准备我的照相机 就我跟他拍照 那么我的女儿呢 就是假假地拿起那个电话 他马上就去报警 那你知道这个家伙都回去 马上就拿了一把菜刀过来 左手拿出那个吻油 帮油 你们大概是他那种喷射式的 所以我看到他来马上我就关了 因为我的是那种铁花门 铁花门那种是有一些很多那个碰碰的 所以我在关的时候 我以为他就没有办法 那里知道他用那个吻油先射你的眼镜 那么我看到这样射的时候 我一定够力顶那个 因为我要离得很远嘛 结果我就 往里面一推的时候 就给他送进来 哇那把刀就乱砍了 真的 幸亏 第二五杀 显赢啊 真的 我不知道怎样 我好像在做事啊 我右手呢 就去抓住他的那个吻油 左手呢就抓住他那个 但是哦 因为他蛮有力的 虽然也是跟我一样的年龄啊 因为他是住那个五层楼的 五层楼他每天他那种老爷子角色 他能够赶上去 因为他很珍惜他那两个老爷子 所以他蛮是有力的 所以当时呢 我就没有办法 我太太也来帮手 但是这样给他 这样慢慢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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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太太就给他摇到这边 结果封了十四针 那么我呢 就给他慢慢的这样压下来 因为我左手拿着他的右手 我根本抵不过他 所以给他压下来的时候 就从我这边就压下去了 去到医院那边 刚刚好跟他也是 隔壁床 他为什么也会到来呢 原来他是 他杀了我之后 他一定要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 所以他也至少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 我听后来听一些国人讲 他说那些警察去 看了哇 流这么多水 那警察是说 他意思是说都不要去管他了 那也知道啊 他们后来的时候 也是叫救上车去救他来的时候 真的哦 不是冤家不巨头 我认识了四十多年的一个好邻居 时常下棋 喊话 当做好朋友 一天姻缘成熟 那个业障现前 他是要喊你 全世界五六四亿的人 他都不喊 为什么要喊 是吧 所以那幸亏呢 我在当时 我看到他来 我就问了孩子 我说为什么他会在我个别 多可怕 我说是 这些警察未免如徒了一点嘛 这样的情形那里可以的 后来的时候 我就第二天就很快出院 然后我就 有一天我插我那个地上王古上的纸 奇怪 为什么我那个 后面那个豪宫那边 跟我这个高度那边 裂了一条红 就是这样横过去 从左到右 所以我在想到 我感恩地上王菩萨的慈悲 当时不是我孔母有力 能够顶得过他 假如是没有佛菩萨的帮助 我今天不会跟恩师再见面 也不会跟各位佛友在结缘 谢谢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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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黄修 看起来那个顶部跟她的事情是不是很相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